之前德州提案进中国人买房 前两天居然把中国软件都进了 比如什么TikTok 支付宝 微信等等 甚至包括WPS这种办公软件 你们看一下这是德州农业大学学生收到IT部门通知 当然三斤强调一下 这种禁止是政府机构网络上的禁止 并不是对软件本身的禁止 比如说你在学校 医院 服务中心等地 如果使用公共网络 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些软件 但如果你出去了 你就可以用了 所以说这个事对当地华人影响大又不大 不大是因为就像很多华人说的 不用WiFi用自己流量不就好了 影响大就是因为和之前进买房提案一样 这是一个风向标 也只是一个开始 果不其然这新闻一出 大家又吵起来了 有不少华人认为进得好 早就该进了 也有人认为这是公共财产 为啥不能进 用自己流量上去不就完了 反正流量富裕 当然也有反对的 认为华人不应该这么听话 软弱 任人宰割 三斤个人也是偏向这群人的观点 这批软件里 但凡有一个日本 韩国或者印度的软件 我都不会说什么 这全是中国的 甚至TikTok应该属于中美混血吧 一样逃不过制裁 虽然这项举措确实不太影响新人生活 用自己流量中的搞定 但是呢 现在好像别人说 你不能吃苹果 你说没关系 反正我爱吃黎一样 如果一味的退让 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 到时候可能黎也不让你吃了 反观美国这边的黑人兄弟们 自从来了场黑命贵之后 你看现在连连购还有人敢管吗 好家伙 白人警察碰到黑人都得绕着走 当然了 这就比较极端了 咱也不能学 疫情初期呢 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仇视亚裔事件 三军也曾走到街头为亚裔发声过 也做过中英文双语的视频 呼吁停止对亚裔的歧视 有些同胞可能会担心安全问题 不想像我这么做 但是咱们这次好歹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发声吧 就拿上次进买房的事件一样 德州当时就在网上做的项目 82%的美国人同意禁止中国人在德州买房 10%不同意 8%表中立 如果华人在网上都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到时候这些法案真的实施了 可就千万别再说什么违背美国的民主自由精神了 因为这些法案的通过就是民意